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赚明 继续给大家播讲 黄沐军校历史文猎传 我们接着来讲 国共摩擦所导致的南南事变 上次我们就说到 当七级事变爆发之后不久 国共的谈判实际上陷入了僵局 当时的形势呢 却在无形的推动着合作抗日 日本方面不停的带华北增兵 并且做好了扫荡北平天津的准备 尽管宋哲远和二九路军一再的退让 甚至违背了南京的指示 想和日军签订秘密协议 答应罢免中国方面不适宜 有排日色彩的官员 撤走北平城内的中国驻军 以至于张文天和毛泽东 都认为华北的妥协一定达成 仗暂时打不起来了 但是一纸协定 并不能阻止冲突的继续发生 日军终于在7月26日的下午 发出了最后通牒 现中国军队在28日中午前 从他们指定的地区撤离 28日上午 不等最后通牒的实现到期 日军就悍然发动了全面进攻 30日占领了北平天津 31日 蒋介石就发表了 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宣告既然和平绝望 只有抗战到底 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已经明白 和中共方面的谈判不能再拖下去了 8月1日 他邀请毛泽东 朱德和周恩来到南京 共商国防问题 最终到南京的是朱德和周恩来 通过商议 蒋介石在8月19日 同意陕北红军 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 国共合作终于正式成型 尽管走到这一步并不顺利 但在合作开始之后的一段时间里 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 是比较融洽的 甚至可以说是非常亲密的 改编之后的八路军 开到山西抗日前线 归属于阎西山所统帅的第二战区 和国军并肩杀敌 朱德彭德怀 被任命为八路军的政府总指挥 蒋介石在贺殿里 还专门说 希望一致团结 共赴国难 那么八路军也不负众望 很快就证明了 这是一支为国家不怕牺牲的禁律 而他们的英勇奋战 也得到了奖励是阎西山 不止一次的嘉奖 也赢得了很多国军官兵的好感 而周恩来作为政治家 外交家的神采 朱德的统帅气度和平易作风 都让不少国民党方面的人 心生敬佩 共产党人非常善于鼓舞人心 振奋士气 所以在群众工作方面 很明显比国民党占据了优势 这一点呢 阎西山很早就看到了 抗战之前 他就请中共北方局 派人到山西来 共策保金大业 刘少奇立刻答应 让身为山西人的薄一波 去阎西山的身边展开工作 七七事变之后 刘少奇等人 又把北方局的机关 迁到了太远 部署抗战条件下的 华北方略 经过阎西山的允许 薄一波呢 开始筹建由中共实际主导的 抗战武装 当时不是只有阎西山 对引进中共的人才感兴趣 指挥过随远抗战的傅作义 也向中共方面请求 向他的部队 派遣政工干部 中共方面呢 不仅支援了干部 看到傅作义麾下的官兵 战斗伤亡过大 还积极动员了 三千五百名青年 补充到了傅作义的部队 身受感染的傅作义 也要求属下以八路军作为榜样 仿照中共的三大纪律 八项注意 制定了十项纪律 阎西山呢 也明令他的部署 学习八路军 争取人民的支持 要做到官兵打成一片 军民打成一片 那吸引国军将领眼球的 不光是中共部队的政治工作能力 还有就是 他们从红军时代 就千锤百炼出来的那种 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 八路军军官多次给国军 讲授过游击战 阎西山当时专门指示部下 要仿效八路军的战法 让敌人难以应付 以收游击之效 八路军帮助国军 那么国军也给予回报 八路军军费弹药不足 阎西山手下的干将 后来在解放战争中 做了中共俘虏的赵成寿 一次就赠予了贺龙的120师 山西货币近超20万元 当时的第一战区副宣令长官魏力皇 也曾经一次性的送给八路军 步枪子弹100万发 手榴弹25万克 还有牛肉罐头180箱 那可以说是1927年 国共彻底决裂之后 国共关系最好的时光 从这时起的八年时间里 中国抗日战争的史诗 主要就是由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军人 用生命和热血在书写 那么伟大的乐章从一开始 往往就夹杂着不和谐的音符 因为谁都明白 如果不是日本人欺人太甚 公共两党绝不可能走在一起 也正因为如此 在共赴国难的同时 提防和戒备始终都存在着 西安事变结束之后 回到南京的奖励时 立刻就拘押了张学良 逼走了杨虎城 瓦解了张阳两个人的部队 对于红军呢 他虽然履行了停战的约定 却摆出了一副 高居人上的强者的姿态 1937年2月15日到22日 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中共问题的决议 名字叫做 关于根决赤货之决议案 共产党仍然是国民党人 心里边必须根绝的祸患 所以虽然和中共讲和 但是蒋介石的心理 继续把和中共的合作 看成是招安收编 为了防止中共力量 东山再起 国民党方面想尽设法 要削弱中共的现武装 那么就在和北方的红军 谈判的时候 蒋介石又密令 要加紧清剿南方的 中共游击队 这就让正在考虑 转变政策的向英陈毅党人 不得不继续战斗 向英呢 经验丰富 他早就料到国民党的这一手 提前做了布置 等国军再次开始实行 大砍山 大超山 大烧山行动的时候 他就说 敌人进山 我们出山 跟他们换防好 他率领着游击队 分散隐蔽的跳到了 青角的周边 让国军破了一个空 那么国民党并不善罢甘休 5月初 由于一名叫做陈鸿的 中共地下党员的被捕叛变 他就供出了 和游击队领导人的联系 国军决定发起一次 斩首行动 扫掉向英 陈毅等 按照国民党方面的计划 陈鸿他先派人送信去美领 告诉向英他们 说中共中央派人来了 带有重要的指示 请游击队的负责同志 到山下的大于县城的一家饭馆见面 那么从1935年初之后 向英等人就和中共中央失去了联系 现在得知上级来人 心里自然是非常高兴 决定由陈毅下山去见中共中央的代表 陈毅当时立刻动身 和另外一名中共干部 前往大于县城 而国民党呢 已经在这家饭馆里设下了埋伏 静等着共产党上钩 那么谨慎的陈毅来到大于县城之后 并没有直接去饭馆 而是去了陈鸿在这里的家 陈鸿此时正在饭馆 等着配合国民党抓人 他家里呢 只有他妻子在门口低头洗衣服 大概是陈鸿离家的时候 先去了国君在县城的一个团部 所以陈毅他们来找陈鸿的时候 他妻子头也不抬的说 到团部去了 陈毅他们呢 把团部两个字听成了堂铺 那么游击队在大于县城的联络点 就是一家堂铺 所以他们就向那个堂铺走去 堂铺这个时候 已经被国民党控制了 他们并没有想到陈毅会到那里去 所以呢 在店铺的外面 公开占了几个国君士兵的岗哨 陈毅他们走到那里 看到这幅景象 自然觉得不对 所以立刻就转身 到旁边的一家茶馆喝茶 观察动静 这时呢 一个堂铺的伙计 发现他们 就悄悄告诉了陈毅 关于陈鸿叛变的消息 让他们快跑 陈毅和那名干部 急忙分头赶回了梅岭 而国民党这边呢 没有等到游击队来人 所以决定派兵 指导向英的藏身地点 向英这个时候 正在和其他游击队的领导人 在梅岭的窝棚里 听一个叫做彭茶妹的 女交通员汇报工作 他的警卫员曾中山 在外面隔着一定的距离守护 那么发现国军杀上山来的时候 曾中山已经来不及 跑回窝棚报警 所以一边开枪射击 一边大喊 说反动派来了 然后自己顺着山坡滚了下去 曾中山的子弹 打倒了一名国民党的士兵 所以其他的国军士兵急忙找隐蔽 这就给向英他们赢得了逃走的时间 听到枪声和喊声 向英等人就迅速冲出了窝棚 奔向了山林深处 随后赶过来的国军 只抓到了没有能够跑掉的彭茶妹 不甘心的国军立刻展开来搜索 但怎么也找不到向英 其实向英他们根本没跑远 就躲在附近的草丛里 国军士兵有的时候 距离向英的藏身地方 只有几步之遥 眼看到手的人就这么丢了 国军一怒之下放火烧山 火刚刚开始烧起 结果天降大雨 浇灭了火苗 不然向英很有可能会葬身火海 陈毅这边呢 也撞上了国军士兵 但是对方不认得他 他自称是教书先生 国军就让他带路 接着陈毅有借口要去解手 趁机逃走 国军部队带着唯一的战果 也就是彭茶妹 收兵回营 对彭茶妹言行拷打 没有效果 然后把他押回后方 彭茶妹装力牺牲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呢 中国大陆曾经拍了一部电影 叫做《梅领星火》 在这部电影里 把向英险些藏身火海 和陈毅梅领受困 这两件事情合在了一起 观众在荧幕上 看到大火中震惊作诗的陈毅 那么至于向英 连一个名字都没有出现 影片里呢 只有一个近乎摆设的陈毅的上级 而在当时南方游击战争的时候 待在陈毅身边的上级 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向英 这个没有提名字的摆设 自然是在说向英 由此可见在当时 向英这个名字 是一个禁忌的话题 烧山之后呢 国军仍然全力围剿南方游击队 直到七七事变发生 向英和陈毅他们 才摆脱了困境 日本人的大举入侵 就让蒋介石无奈的改变了 对中共的强行态度 但内心里呢 他对于这个昔日纠缠不清的 往日敌手的防范 并没有放松 中共交给蒋介石的 中国共产党 为公布国务合作宣言里 只因为提到了 发动民族革命抗战 实现民权政治 解除人民痛苦 和改善人民生活 这三项政治主张 就触动了蒋介石敏感的神经 他坚持要求 中共方面将这三条 全部删除 中共方面当然不同意 因为这样的僵持 这个宣言 从八月初 一直拖到 九月二十二日 才正式发表 国民党对中共方面 抹不去的敌意 不仅是在政治上 也体现在军事上 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 就是发生在 福建张普的 和平事件 又被称之为 张普事件 何明这个人 是海南人 很早就加入了共青团 并且在1927年12月 转为中共党员 他参加过农民暴动 失败之后 流亡新加坡 直到1931年 才回国 在福建中共的 门南游击区一带 从事农民运动 发动农民 参加农会 打土豪 进行游击活动 扩大游击区 工作还是颇有成效的 1932年5月 他在游击队组成的部队 红三团中 担任连指导员 作战表现十分勇敢 大约一个月之后 团政委阵亡 何明呢 就接任了政委 在此之后 他又在地方做过 组建农民吃卫队等工作 门南的红色武装力量 在这一年 达到了800多人 到了年底 何明就担任了 张忠中心县委的书记 1934年8月 中共正式成立 门月边特委 何明是其中 负责军事工作的常委 这个时候 距离红军主力 长征的日子 已经不远了 特委的工作 很快就转入到了游击站 在何明的具体领导之下 国民党对游击队的 多次围剿 都以失败告终 1936年6月 何明兼任了 红三团的团长 今年冬天 他又代理了特委书记 那么当何明事件 发生的时候 何明已经因为 被指责犯了错误 免去了代理书记的职务 但仍然是 红三团的领导 何明的部队呢 是中共南方游击队中 最早和国民党 和谈的武装之一 1937年5月 当全体游击队的领袖 向英等人 还在被国军追杀的时候 何明已经派人 和他多年以来的对手 粤军 1570谈判 何明之所以能够这么做 是因为自从1934年底 留守南方苏区的红军 分散游击之后 联络不通 除了他自己所在的 约干边游击区 向英已经不能指挥 其他的游击队了 只能通过报纸 才能得到一丁点 关于他们的消息 向英后来也说 他和陈毅 实际上是 约干边所属两个县的 县委书记帕 那么这个时候何明 和他相邻的 闽西南游击区 已经和在香港的 中共南方 离时工作美业会 简称为南委 建立了联系 直接接受那里的领导 向英呢 还只能通过报纸 分析领会 党中央的新精神 但是陕北发出的 国共合作的指示 已经非常顺畅的 传到了和平那里 闽西南也根据上级文件 开展了和平运动 但这个时候的国民党 对中国武装 所采取的态度 不是合作 而是收编 负责闽西南 和闽约边 围吊战士的粤军 至少对于他们 其中的一部分人来看 和平等人 和平地表示 是一个送上门来的 大好机会 这些用武力 解决不了的队伍 倒可以利用 合作的形式 将其一口吞掉 和平这边呢 并不知道粤军的打算 谈判期间 发生的一桩意外 反倒增强了 他对合作的信心 一天夜里呢 和平带着部分 特委人员 在转移的途中 就被越军157师捕获 为了脱身 和平对国军 自称是谈判代表 其实当时 他并没有负责 具体的谈判 为了营救和平 敏约边特委 也对外宣称 和平是他们的 全身代表 并也向157师 提出了抗议 经过十几天的交涉 和平被释放了 这就让和平觉得 国民党的确有 和他的诚意 6月23日 特委和红三团 就召开了 干部联席会议 讨论谈判的事宜 当时的意点是 游击队改编为 独立保安大队 这点没什么意义 但是在部队的 整边地点上 却发生了激烈的争执 副团长卢盛等人认为 在国民党控制地区 太危险 主张在根据地 山区的边缘改编 和平等一些人呢 则同意下山改编 和平认为 只有下山 才能扩大影响 还质问 谈判如果破裂的话 责任该谁负 特委最终赞成了 和平的意见 派他继续谈判 26日 游击队和粤军157师 就正式签署了 合作的政治协定 和平当时 对和国民党的合作 显得非常的乐观 他根本没有想到 国民党会借此 设下圈套 就在和平和粤军157师 谈判的时候 这个师的师长 黄涛 正在广州 向他的上级 余罕谋 请求批准 对共产党的清剿 虽然157师的谈判代表 也说要国共合作 但这实际上 只是外交辞令 黄涛呢 他把和共产党的和解 看作是他搅攻的成功 甚至还准备召开 庆祝搅攻胜利的大会 余罕谋也一样 把和平要求的合作 当作是 对共产党的一种招想 他虽然知道和平方面很有诚意 但是余罕谋并不放心 他觉得需要对这些 红军的游击队员 采取预防措施 而这个措施呢 就是把中共游击队 集体缴械 政治协定签署之后 余罕谋就飞到了 157师部所在地 张州 对黄涛说 共产党始终是靠不住的 不宜留下他们的武装 留下来后患无穷 非集体缴械不可 黄涛在得到了这样的指示之后 立刻就向张浦县城增派了部队 而张浦县城 正是按照协定 让中共游击队集结的地方 而对国军的这一切 和平一无所知 7月初 红三团800多人 按照协定 向国民党控制的张浦县城进发 这个时候南委派人来 要部队不要离开根据地 和平却说 南委不了解情况 拒不接受指示 7月14日 红三团就来到了张浦 进驻城关孔庙 四周并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国军的联络官 不失热情地前来探问 但是中共张浦县委 却已经通报了和平 说要部骑师 要绞红三团的枪 和平这个时候 丧失了警惕性 他不以为然 觉得这是庸人自扰 而且他并没有把这个消息 告诉卢胜等其他干部 第二天县委再次发出了警报 说国军已经部署了一个机枪连 随时准备袭击红军 但和平仍然不肯相信 并得继续向卢胜他们隐瞒情况 和平为什么如此固执地相信国民党呢 也许他根据自己对国内情况的了解 认为国共合作乃是大势所趋 国民党不可能继续执行 消灭共产党的政策 所以他忽视了 即使全局已定 局部的环节 仍然可能出现异常的变故 何况国民党这个时候 对中共方面的策略 还没有最后的敲定 到了16日一早 国民党这边呢 就传来了通知 要红三团集合到飞机场 157时市长要亲自点名 准备给大家发想 由于事先并没有停说过这样的安排 本来就反对下山进城的卢胜 他就心生疑惑 他独自先行一步 来到飞机场进行查看 看见一个连的国军正在操练 机场的四周呢 都是野草茂密的荒地 虽然没有发现异常 但是这种地形 对于红军来说明显不利 卢胜正要回去劝阻和平不要来 结果发现红三团 已经开进了机场 在和平的指挥之下 红三团的官兵列队战好 这个时候从草丛里 突然闪出了大批的国军 把红三团围在了当中 机枪和步枪指指他 157时471旅的参谋主任陈英杰 和942团的团长陈灵 出现在和平等人的面前 陈英杰当时就说 现在国共合作抗日 你们刚下山不懂战术 要先训练一下 训练的时候不用枪 你们要把枪放下 红三团的人哪里可听从这样的要求 所以纷纷子弹上膛 准备拼死一搏 陈灵队周围占据优势的国军意志 要和平对他会下的士兵的生命负责 卢盛呢 这个时候示意和平立刻开打 和平表示拒绝 他向陈英杰和陈灵提出了抗议 然后对红三团表示 服从命令把枪放下 等待党中央来交涉处理 然后把自己的短枪扔在了地上 其他人一看这样的情况 只好跟随着放下武器 被缴械的红三团回到了孔庙 在那里哭成了一片 气愤的卢盛当天晚上 就带着十几个人逃回到了山上 随后的几天里 红三团跑掉了近四百人 他们聚集在卢盛的身边 准备和国民党重新开战 与此同时呢 活动在闽中的一支中共的游击队 也在改编的时候被缴械 后来队员经过交涉 获得了释放 但是队长刘图军已经被杀 直到当年的十月 通过中共代表张云一 的努力 让国民党同意释放了红三团的人员 发还了三百多条枪 卢盛等人也在十一月再次下山 加入了新四军 何明呢 在事件发生之后 被157师委任为正训处的工作人员 之后又担任了针基队长 在厦门前线侦查日军情报 他在国军部队只待了不过半年左右 1938年初 在中共方面的动员之下 他离开了157师 回到了晚南新四军 被派到了二支队 二支队呢 也是由和何明一样 来自于福建的红军游击队 所组建的部队 何明被分配到了支队的政治部工作 又过了半年左右 新四军军部根据南委的报告 认为何明应该对红三团缴械一事负全责 还擅自在国民党军队任职 当年六月军法处按照上级的命令 将何明枪决 那么在何明事件发生之后一个多月 国共才在红军改编的问题上达成一致 中共部队避免了被收编的命运 何明事件也被作为一个非常严重的教训 不论在此之前还是之后 中共中央都始终强调党和军队的独立性